我們剛剛看到的是用什麼 是不是用那個 層次直接執行 就做的 那Webdino比較厲害其實是在 互動的地方 所以你看上面這裡 我們剛剛用的模擬區域是不是上面這個房子 左手邊有沒有一個燒杯 這就是互動區齁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地方打開 它會開另外一個你可以把它稍微移到旁邊 這樣你比較方便齁 這個上面當然你也可以變大或變小 你把它按一下有沒有好幾種互動的方式 好我這裡有個點擊燈泡 有一個燈泡 所以你看一下左手邊 有注意到有沒有一個 互動相關的區那個積木 這一塊就是 控制這裡的上面這一塊 主要是控制什麼 真正硬體這一塊的 這樣有了解 所以我現在如果希望說我點了這個 就是我按了這個 我這邊要換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把這裡打開 有沒有點擊燈泡的積木就跑出來了 就跑出來了齁 那我先把舊的這個拿掉 因為這個我現在不要它閃爍就把它丟掉 上面還是要留著 我就點擊燈泡 這裡 按了這個燈泡我要做兩件事情 把這張圖換成會亮的嘛 對不對 啊這個燈泡當然也要亮起來啊 所以呢我就來這邊 燈泡的狀態切換 你們家裡面有沒有那種燈就是按一下開 再按一下要關的 有沒有我們有看過那一種嗎 對 哦好好好 所以 這樣子放進來 但是LED燈也要換喔 有沒有 所以我就再把它丟出來 這樣就好了耶 而且我現在是玩真的嗎 所以你看一下 現在執勤會不會動 不會動 因為要等我去按它 對不對 這樣就太神奇了 這樣就太神奇了 這樣你就要叫它捷克了 太神奇了捷克 這樣有簡單嗎 有齁 所以你如果知道我們家的名字 你應該就知道可以幹什麼事情了 你應該就知道可以幹什麼事情了 謝謝